香港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星期六及星期日連續兩日舉行以協調候選人參選9月的官方立法會選舉,爭取35家的個半數議席。 這次民主派初選是港版國安法實施後首次民間發起的選舉。有官員表示可能違反國安法。 警方亦都在選舉前夕突然搜查負責投票電腦系統的香港民意研究所辦公室,導致星期六投票延半三個小時才能開始。 負責初選協調的法律學者戴耀廷表示,香港市民越被打壓反而越堅定,他對投票人數是有信心。 而多個區的投票服務站都出現了排隊的人龍。有投票的市民表示不擔心違反國安法。 相反是給了一個信息,蘇哥叫做非建制派的陣營的候選人。 就是到底香港的選民經歷過一年的反殺戮運動之後,到底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候選人。 會把握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機會,為下一代爭取自由民主的社會。 起碼在立法會我們先有發言權,我們不要做橡皮圖章,也不要做順民。